AM730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曲麗麗Elena 大家記得收看 今天是來拍廣告 是 是 是 今天第一次拍電視廣告 對於第一次接觸電視廣告 自己會不會都有些什麼感想 很緊張 因為要穿衣服 穿衣服很緊張 對 穿衣服 說笑而已 沒試過在香港人面前不穿衣服去拍攝 有沒有想試試呢 我覺得將來一定會有機會試 會看看有沒有人邀請我去做 如果香港電影軍你拍三級片 你會不會嘗試一下 我覺得是要看對手 還有看劇情 故事 還有看製作 也會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嘗試一下嗎 我覺得是的 因為我也很想繼續在香港市場發展 有沒有一些男人 名單 是的 名單 就是名單 你剛才說是對手 對手 這個是遙不可及的對手 我心裏的就是周星馳先生和梁朝偉先生 他們都需要邀請的嗎 他們不邀請的也可以 即是真的邀請的 他們可以做觀眾 會不會已經有香港電影商會有聯絡 這個還在談 即是已經有聯絡 是的 但不方便透露 是的 現在日本那邊拍AV 現在有兩部作品 是的 會不會之後也會繼續再有呢 今年一定會繼續再有 因為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才可以令到我繼續去拍 你現在也會飛過去了嗎 是的 今年會飛過去的 有沒有說自己有一個定了 拍多少部的AV就會收拾 我覺得是要拍三年 三年? 三年 因為你現在眼見很出名的旅優 全部都是出了很多年 嗯 不是一來就出名 但是你拍三年裡面 那你一年裡面可以拍到幾個作品 如果是最高等級的AV旅優 那他一年是不會出太多作品的 其實 例如 他們可能一年是出十二部 一個月出一部 但是我 自己個人來說 我就還沒清楚那個計劃 因為都是等公司安排 我想什麼 我都 我都想不到 嗯 但是剛才聽你說回 接著說 那你說 你大概 可以處理到多少部 一個月 我覺得 如果 我決定了要拍 基本上是 我覺得一年要拍八至十二部 但是你這個目標 會不會害怕 如果香港有電影想找來 會不會害怕有一個衝突 就是時間上分心不下 我會很好分配時間 都是以拍AV為首 但是也不會放棄電影 你的尺度會到哪裡 電影的尺度 AV AV的尺度 我暫時會知道自己 一定不接受不了什麼 例如 屎 尿 或者多於三個人 計算我 自己 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的對手 就是清水健先生 他的癖好就是 喜歡屎這件事 是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癖好 只要他拍攝的期間 時間 大家是很乾淨 是不會有意味的任何事情 但是你拍攝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他有這個癖好 不清楚 但是我之前有看過他的Youtube片 覺得他為人都很幽默 很搞笑 你不會拍AV之後 會感染到成病嗎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拍AV 才會感染到成病 就算你出去玩 或者結識一個伴侶 其實都會有這個風險 不可以標籤為拍AV 就會容易感染成病 因為每一次拍之前都會去身體檢查 但是你看到那個報道之後 知道原來清水健有什麼報 我自己都 我外然可以第一步就是跟他合作 其實如果這樣說 很多女優都跟他合作 那是不是每一個都會很害怕呢 甚至最出名的三上有雅 都跟他合作過很多次 那別人都還沒害怕的時候 我不用害怕 就是在製造樂作都很歡迎 對 因為這個始終是個人的興趣 如果他在我面前吃 就說他不是 他是自己私底下 或者不知道怎樣 雖然這件事情 不知道是不是真實 但是他不在我面前 也不影響到他人 就OK了 但你知不知道台北 就是香港 有第二位香港的這些女優 就是談台幻的 是 那時會不會 那些學問將你去 是 我覺得我會把焦點放回日本市場 因為我覺得 不應該跟自己的人去比較 但是會不會有機會 或者想跟他合作 我暫時都是想 AV作品裡面 只有我一個女優 你擔不擔心 做了長時間拍AV之後 會對性這方面比較難感 我反而會覺得我要求多了 因為你吃得好東西多 就會想吃得更好 是 你不會無緣無故不吃東西 就是現在想要做 因為我覺得我遇見的事情不同了 或者更加好玩的時候 你可能會要求另一半 做到相同或者更多的事情 那你的要求 和你拍AV之前有什麼分別 現在 嗯 我暫時沒有男朋友回答你 這個 我要遇到男朋友 才知道我的要求是否真的不同了 你怕不怕你? 很難找到男朋友 我怕的 但是本身 就算我不拍之前都會難找 因為我之前可能賣相 已經可能一些人會標籤我 都會難找男朋友 但是 那方面現在接受了沒有? 知道了沒有? 家人其實應該一定知道 因為這麼多新聞 除非他完全不玩電話 不看電視 暫時都是沒有聯絡的 沒有聯絡 因為你拍了AV沒有聯絡 還是是沒有拍AV 大家也沒有聯絡? 是拍了 新聞一出之後就沒有聯絡 我也沒有主動找他們 為什麼你不去找他們? 因為我覺得需要時間消化 就算 有些人還未接受到 據你所知 正常都不會接受到 暫時 因為就算日本那麼多人口 那麼多 這個AV 女優這個職業 那麼普及都好 他們的父母都未必接受 更何況 全香港只有我一個人 也是全香港人都認識我 但是你會不會有計劃 什麼時候會找回家人? 我覺得是順其自然 是 親朋戚友呢? 親朋戚友的話 就可能有表弟找過我 你拿簽名 因為叫你給人票 那又沒有去 就跟我說加油 嗯 是 是不是很快就開電視會 是啊 月尾31日 是否都AV這個身份 香港AV這個身份 想打給你 大協到你很多不同的機會 不要說大協 因為是我去付出 才會有這個收穫 但我見你是怎樣 收費的計劃呢? 是啊 是很便宜的 又幫我飲 幫我吃 幫我握手 幫我簽名 是一個價錢 那現在你的收入 是不是都大了 就是跟你自己的目標 有沒有說距離得了 或者是想賺多少錢? 我想賺多少錢 我 努力中 都是 是 不會說這麼快達成 我的目標 是 看什麼目標? 目標就是當然 那個 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 都打算在香港買樓 那這個是我其中的一個目標 有沒有打算這個目標 是可以透過你拍AV 用多少年時間可以達成 我不會把賺錢為首要目標 而是把我要在日本市場打出名堂 但是你現在已經 你的銷量已經 很多地方都已經No.1 或者10大 其實都已經有一個知名度 對 但是這些只不過我覺得是一事 要保持是不容易的 所以都要繼續努力 你是不是要這樣 之後會收拾 可能有很多網民看了 你的作品之後都會覺得 是否有些baby fat 我會做回自己 因為如果當我瘦了的時候 可能會有些人說 好像要肥一點好一點 肥的時候 其實有些人對 有些人不喜歡 有些人喜歡其實是很正常 不如做自己 拍不拍之後會有越來越多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的香港人 AV女友 可能會跟你有這個競爭的關係 是 我覺得 暫時不會出現之後 第三 第四個 因為大家看到 我走多少路都不容易 還有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都未必接受到這樣 因為家人一定不能接受 甚至乎身邊的朋友都可能會討論你 有多少個真的可以接受到這種輿論壓力 而且其實我覺得 在香港其實賺錢是挺容易的 是 身邊的朋友有沒有 真的因為你拍了AV 不找你和你住家 那有沒有真的會 看你不起 看我不起 我反而是覺得我之前賣相的時候會有 是的 現在可能 社會不同了 風氣也有些不同 但會不會有些男性朋友 已經在你拍AV之後 就會開始接受你 不要說男性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 都會 當你好的時候都會想拿你著數 是 這個是人性 不分男或女 那你之後多不多人跟你問價 就是可能是IG 或者你 其實任何一個女生 IG 都會被人問價 是 反而現在有些人說 我也很喜歡做愛 不如出來做愛 這樣吧 因為她看完我的新聞就說我 是的 會不會多了很多 反而我覺得少了 是 有些很高的價錢 還是 很高的價錢 或者最高的價錢 最高的價錢 我真的想不起 他們說 不要開價錢 直接說我的興趣都是做愛 有沒有興趣出來 是 是 他打算自取商頭 這樣可以出來了 那你會不會 會不會 即是怎樣回應他們 我不會回應 我也沒有空 是 我會拼請兩個保安 到時 真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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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做的 會不會自賤 我不會 我一定會給人工 不可以不收工 對 對 別人也辛苦 不可能要別人做義工 其實我 因為這次也是我自己一個人去做 現在是遇受的情況也是非常好 其實我都擔心到時有點混亂 整個見面會都是自己一腳踢 去做所有事情 是的 一腳踢的 但是當然有請朋友幫忙 周邊商品其實都是自己去做 是 關於香港的畫家去出一個產品 是的 那他們的人數現在多少 人數現在已經是100人了 是的 但是還沒計算當時 因為我之前也有教過類似的見面會 那麼 預售是 比如是50 但是當時來到的人是 至少多於一倍或以上 是的 那有沒有想到交環節 那些粉絲 有想到有些冷藍會 哦 冷藍會暫時還沒輪到我做 我覺得是 還不是時候 還有要看看第一次 做成怎樣 我才會再考慮之後的 會不會有機會在日本去開這個 粉絲見面會 日本會 因為日本 在日本來說 粉絲見面會是很常見的 其實 今年應該都會在日本舉行一次 好 謝謝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